拉瓜9号突然宣布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 过美多久还宣布要和中国复交 对此外交目标达遗憾痛心 终止与尼加拉瓜政府外交关系 台市新闻独家报导取得位在尼加拉瓜大使馆 清晨六点举行的将棋典礼 现场的使馆人员还有台湾侨胞非常的不舍 这是台湾五年之内失去第八个邦交国 让前民党立委也警告 尼国这次火速与中国建交 算是美国外交情报失灵 国旗缓缓下降位于尼加拉瓜中华民国大使馆 12号清晨六点举行将棋典礼 因为台湾断交被迫告别 与会的大使馆人员跟台湾侨胞相当无奈难过 抱起了深厚不舍的信心来参加的程度 参加这场将棋的一次 我们希望我们的邦交都能够常常多绝 助理国大使李岳荣谴责澳德加政府片面宣布断交 国际也掀起挺台声浪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 号召跨党派众议员要在一月访台 台美关系升温以外 期待包含多项友台的法案 都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访问 更大的力道来支持台湾 就算有欧美人士接连访台宣示力挺 台湾却在五年之内断了八个邦交国 很明显是中国的政治暴富 且民进党立委郭正亮更直言 这次尼加拉瓜火速与中国建交 是美国后院着火却情报失灵 美国恐怕心理上也有数 只是说奥迪亚怎么会转向去跟中国建交 如果要解图成美国这个情报失灵的话 恐怕还真的有一点 美国能够有影响力的这些国家 大概都可以稳得住啦 台湾外交关系卡在美中角力之间 国际友台声浪越强 中国的禁逼动作恐怕只会多不会少 记者小炳仪 嘉远川高姿摇台报导